雅各书 雅各书第一章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 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心怀二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卑微的弟兄身高 就该喜乐 富足的降碑也该如此 因为他必要过去 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太阳出来 热风刮起 草就枯干 花也凋溃 美容就消磨了 那富足的人 在他所行的事上 也要这样摔残 忍受试探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 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人被试探 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 私欲迁移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继长成 就生出死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辈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好像出熟的果子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 并不成就神的义 所以你们要脱去 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 存温柔的心 领受那所栽种的道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 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那权备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却不勒住他的舌头 反其哄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雅各书第二章 我的弟兄们 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 耶稣基督 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 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 穿着华美衣服 进你们的会堂去 又有一个穷人 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 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 说请坐在这好位上 又对那穷人说 你站在那里 或坐在我脚凳下面 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 用恶意断定人吗 我亲爱的弟兄们 请听 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 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 爱他之人的国吗 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 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 拉你们到宫旁去吗 他们不是亵渎你们 所敬奉的尊名吗 经上记得说 要爱人如体 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 才是好的 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 便是犯罪 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重条 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 也说不可杀人 你就是不奸淫 却杀人 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你们既然要按 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 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 因为那不怜悯人的 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 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 赤身露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 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 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必有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指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 指给你看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鬼魔也信 却是战精 虚福的人啊 你愿意知道 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死的吗 我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 把他儿子 以撒陷在坛上 岂不是应行为称义吗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 并行 而且信心应这行为 才得成全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这样看来 人称义 是应着行为 不是单应着信 妓女喇合 接待使者 又放他们 从别的路上出去 不也是一样 应行为称义吗 身体没有灵魂 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 也是死的 雅各书第三章 我的弟兄们 不要多人做师傅 因为 小的我们要受 更重的判断 原来 我们在许多事上 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 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我们若把脚环 放在马嘴里 叫他顺服 就能调动他的全身 看哪 船只虽然甚大 又被大风催逼 只用小小的舵 就随着掌舵的意思 转动 这样 舌头在白体里 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哪 最小的火 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 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 点着的 各类的走兽 飞禽 昆虫 水族 本来都可以制服 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 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 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用舌头 宋赞那为主 为父的 又用舌头 咒诅那照着神形象 被造的人 宋赞和咒诅 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泉源 从一个眼里 能发出 甜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 无花果树 能生橄榄吗 葡萄树 能结无花果吗 咸水里 也不能发出 甜水来 你们中间 谁是有智慧 有见识的呢 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 显出他的善行来 你们心里若怀着 苦毒的嫉妒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 抵挡真道 这样的智慧 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属地的 属情欲的 属鬼魔的 在何处有极度纷争 就在何处有扰乱 和各样的坏事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 多皆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雅各书第四章 你们中间的征战 斗殴 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白体中 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恋 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极度 又斗殴 征战 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妄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艳乐中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 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 神所赐 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恋爱 至于极度吗 但他赐更多的恩典 所以经上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故此 你们要顺服神 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呢 要截净你们的手 心怀二意的人呢 要清洁你们的心 你们要愁苦 悲哀 哭泣 将喜笑变作悲哀 欢乐变作愁闷 勿要在主面前自卑 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弟兄们 你们不可彼此批评 人若批评弟兄 论断弟兄 就是批评律法 论断律法 你若论断律法 就不是遵律法 乃是判断人的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 只有一位 就是那能救人 也能灭人的 你是谁 竟敢论断别人呢 嗨 你们有话说 今天 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 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现今 你们竟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 都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雅各书第五章 嗨 你们这些富族人啊 应当哭泣 嚎逃 因为将有苦难 临到你们身上 你们的财物坏了 衣服也被虫子咬了 你们的金银都长了袖 那袖要证明你们的不是 又要吃你们的肉 如同火烧 你们在这末世 只知积攒钱财 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 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 这工钱有声音呼叫 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 已经入了万君之主的耳了 你们在世上享美福 好艳乐 当宰杀的日子 竟骄养你们的心 你们定了一人的罪 把他杀害 他也不抵挡你们 弟兄们啊 你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 看呐 农夫忍耐等候地理宝贵的出产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你们也当忍耐 兼顾你们的心 因为主来的日子尽了 弟兄们 你们不要彼此埋怨 免得受审判 看呐 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弟兄们 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 说话的众先知 当作能受苦 能忍耐的榜样 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 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 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明显 主是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我的弟兄们 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 不可指着天启示 也不可指着地启示 无论何事都不可启示 你们说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 他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呢 他就该歌颂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以利亚与我们 是一样性情的人 他恳切祷告 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 不下在地上 他又祷告 天就降下雨来 地也生出土产 我的弟兄们 你们中间 若有施迷真道的 有人使他回转 这人该知道 叫一个罪人 从迷路上转回 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或许多的罪人